有几种感觉 把我推向前 越过天际只为了靠近你 放肆的黄泉 放松的音乐 缅分难解写 入梦会归一些 大家好 我是韩哥 那今天我要挑战乐园人团圆的听懂 快问快答 那我的一般这个人就很聪明了 那我预测呢 因为有几道题啊 15 15道题 那我预测15道题的话 8分钟30秒 1道题2秒钟了 对 他说一句 他说一句 我说一句一秒钟 好 好了呢 乐园人团圆之 快问快答 Let's go 请问下个月哪一个人物跟中秋节没有关系 一吴钢 二后翼 三玉兔 后翼 玉兔 请问吴钢砍倒的树是什么树 一桂树 二冰朗树 三樱桃树 桂树 如果两位场合的同时邀你一起奔月 第一位呢 是身材曼妙 但你长得很抱歉 第二位是美若千 现在给你重十公斤的嫦娥 你会选哪一位一起奔月 第一位 请问吴钢身旁的兔子叫做 一玉兔 二月兔 三小兔 玉兔啦 请问哪一首歌是寒根的歌 一 嫦娥扑火 二 飞蛾扑火 三 天鹅扑火 二 请问明月几时有八九 问今天是出自于水标歌头 还是明月星 诶 歌的第一个 在夜球上收拾我的一条步 是人类的一大步的人是谁 你 这没有的什么吗 没有选择吗 阿什么的 阿波罗 请问 请说出三个跟月亮有关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十五的月亮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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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什么团圆 月什么团圆 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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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圆团圆 月圆团圆 好 请问 嫦娥的妻 嫦娥是谁的妻子 嫦娥 猪八戒 嫦娥最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一 芬月 二 花龙 周三 烤肉 分月 那请问嫦娥 为什么要分月 请解释 因为她在家 她在家 我们看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 月饼 有普通月饼就可以 台湾呢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烤肉 请说出三种你在烤肉时 地点的食材 牛肉 猪肉 羊肉 请做出嫦娥分月的姿势 嫦娥的My Logo 请下屏 最后 请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说 中秋节祝福的话 也请多多宣传自己的最新专辑 更新 在这里呢 就是台湾的 中秋节快乐 那也希望多多支持韩歌 多多我这张专辑更新专辑 谢谢 好 好 谢谢 很简单哦 难不难 很难吗 很难吗 你会觉得很恐怖 小鹅的老公是谁 是吗 是吗 对啊 对啊 他们会从那个月亮下来的 有一种感觉 把我推向前 跌过天际 只为了靠近你 我思考幻觉 放松的音乐 每分难这些 如梦会归一些 到处理 我没想过 你们就跟她走 走 走